本章主要分享的是 重语连接词的省略 英语上的省略是非常有学问的 常常有时候 有时候老师在教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说 基本上你的动词数量 因为主动词它是不需要连接词的 那所有的子句都是需要连接词 所以你就是 其实只要计算出你的连接词的数量 再加一就是你的总动词数 所以当你今天在看一个句子的时候 它的总动词数 比这个连接词加一多或少 基本上就代表你不懂这个句子 可是现在就卡在一个问题 就是万一有几个连接词 已经给省略掉的时候 你是不是能够看得出来 这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掉 省略的时候 事实上是有四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名词间 两个名词之间 如果第一个名词 不能求是第二个名词 那理论上我们再猜 如果后面又有一个定语重句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形容词子句 理论上这中间 应该有省略掉一个 所谓的关系代名词 而且基本上是做宾语 就是所谓的受词使用 所以这是第一个 你要必须注意到的 就是两个名词间 这比较好记 反正重点讲的 其实讲的是 形容词子句 第二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比较句 比较句就是A跟B比 B跟C比 可能比较差 比较好 或一样 像这种东西 里面就会有很多省略存在 还有既然有两个比较 那更进一步 就是三个比较 那就我们讲的合并句 那他省略的东西 可以省略很多 可以省略掉动词 只要是一样 可以省略掉主词 甚至有时候 整个句子都省略掉 只剩下受戒系词 不一样而已 那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是非常有趣的 然后再来的话是 状语连接词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东西 最后一个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无头句 他们在文法上讲的 就是所谓的分词构句 那有所谓的独立分词构句 像这种东西 其实基本上 他主词跟主句里面主词是一样 所以他就省略掉 那我们这地方讲的是 状语连接词的省略 所以各位看 头影片上的两个句子 你就可以知道 基本上他省略掉 he跟worth 对不对 那所以说你在句子上的时候 就是就长得下面这样子 相同部分就可以省略 所以你就必须要考虑到 你怎么试着就把它还原 那如果还原的话 还不能解决的话 你有可能就是持续颠倒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 其实在文法的考虑的要点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再来 有所谓的分词构句 跟所谓的独立分词构句的问题 那基本上独立分词构句 讲的就是他的主词是不一样 那像下面这个句子的时候 各位看这个东西 所以但是我们今天在讲这个东西 当然我们可以从传统文法讲分词构句 但是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无头句的想法去讲它 就会比较容易 反正就是后面这个句子没有头 那就从前面找 那像下面这两个句子的时候 我们讲的这个老虎 不能给寻养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它也是省略掉 It is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的时候 各位知道 其实众语连接词会应用到省略这个功能 所以各位在读英文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知道说 到底上省略有哪些 那通常要对句子要敏感一点 如果有一些著动词摆在前面 或者说我们今天讲的一些动词摆在前面 就是另外一个子句的动词摆在前面 可是这整个句子又是那种所谓的句点的话 那它很可能就是一种顺序颠倒 那如果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些疑问 疑问代名词 那事实上的话 其实它用在句点的句子 它是不是叫 它是叫疑问代名词的 那一般我们看到打问号的话 它是做疑问词 所以如果疑问词像这种 挖着打头的这种东西 到最后这个句子是句点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要注意 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名词子句 打在这个头 然后所以说你在学英文的时候的话 当你这些规则 其实规则就这简单几个而已 学会了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英文也没有什么了 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省略 再次跟各位强调一点 省略其实就第一个 就是定语重句的那个关系连接词的省略 第二个部分就是合并 跟比较句的省略 第三个我们今天讲就是 状语连接词的省略 还有最后一个所谓的无头句 就是所谓的分词的 你要去就要把他的那个头 主人找出来 然后放回去 那你就可以知道 这整个句子很流畅的意义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英语学习技巧 请各位参考英语思维大突破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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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